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隱喻啦 就是給新手或者是中手及維克玩家一些建議啦 這一次其實說老實講這一次的隱喻的改版其實 對於新手或是中手來講的話還蠻不友善的啦 其實沒有到說就是他新增的這個獨特努力之後 三十一層到三十五層 雖然他有一些還不錯的獎勵啦 高梯券啊什麼階級強化券是還不錯啦 但是變成說就是一些人可能如果他們想要就是拼比較高羅層的話 可能就是會要再多花一些時間去排列角色 要不然的話就是再去養成一些角色 那以我自己來講的話就是像我自己已經還蠻長一陣子就是都沒有在養成角色 然後就是一直在囤金幣啊然後囤資源 那這一次也就是為了就是去打這個獨特努力 然後不得已又要去練一下萬磁王 因為像我自己萬磁王是本來是沒有在練的啦 就是我就是把它卡在六十等這樣 那本來其實他卡在六十等就已經可以刷一些後面的 就是三十層以後的關卡了 然後變成說很早就要把它拿出來用啦 那他這一次三十一層到三十五層的那個難度是真的跟 是跟以前的三到三十層那個難度其實是差蠻多的 就是那個血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翻好幾倍啦 那個血真的翻好幾倍 那其實也不像人家說的就是你角色要七十等去打啦 其實你大概六十四等就可以打啦 六十二等可能還是有一點吃力啦 就是但是就是就算你是六十四等的角色 但是就是你記得就是烏魯啊 統衛術啊跟特裝就是裝一下 那像我自己這一次因為太趕了啦 我自己身上沒有留什麼特殊裝備 沒有那種增傷型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隨便拿一個就給萬磁王用 但是也夠用了啦 那之後就是 如果沒有要拼高樓層的話就會比較建議 新手或中手你們沒有要拼高樓層你們就是 假設你們有能力打到三十五層之後嘛 那當然啦 以我自己這一次打我三十 因為沒有T2的角色在三十層以後是沒有辦法用的嘛 所以我還沒T2的角色我會在三十五層以前就把它用完 然後以前還沒改的話就是三十層以前就把它用完 那 那 就變成說你這次可能角色之後的角色編排下可能要想一下啦 那 沒有到 應該說 就是說能打到三十五層之後的人嘛 就是如果你沒有很想要去說拼高樓層的話 我就建議你就是 塞好塞滿啦 角色就是塞好塞滿就好了 就 比如說啦 比如說如果我今天 像我今天是抽到亂鬥模式嘛 那我 會放一隻主要輸出手 然後就是 另外兩隻就是擺說 生存能力比較夠的角色 那 如果是接力模式的話 你就可以派兩隻比較 沒什麼用的T2角色上去 然後一隻主輸出手就好 那我今天的取向就是說 我只是想要 拿寶箱而已 那 那 他寶箱 的那個 就是要以累積的方式 累積到十個 隱喻積分 才有辦法拿到一個寶箱嘛 那隱喻積分就是 引你存活的角色 所以 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 盡量不要讓角色去 死掉啦 所以才會說 亂鬥模式盡量派那種 生存力夠的 然後接力模式就沒差 因為反正你 會切到柚子 去做 去做 爬樓層 那 像我現在這樣 打完 那 如果我角色沒有死 等一下沒意外 我就會拿到三個積分 就死了 所以他可以更卡 那 你看 我直接拿到三個積分 就直接拿寶箱就好了 除非是說 因為他這次也有在額外增加一些 就是 就是 柔層獎勵啦 就是如果你哪一天有 比較有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去編排說 就是 假設你今天可以打到 仔細編排的話 你可以打到70層 那你就是自己慢慢去排 因為 他目前 我看一下 他現在 增加的獎勵還蠻多的 這是 首次通關的話 那 像35層就 這一次的話 就通到35層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35層那個獎勵 就已經是非常好了 就高階 T2 升階卷 那再來 就是 看你要不要努力 就是看能不能 爬到110層 因為110層也會有一個高梯 但是如果就是 你只是想要拿 一點 卡片 烏魯 特裝 那你就是 塞好塞滿就好 就像我這樣 那 再來的話 就是再跟 因為這次 最近論壇都在吵架 吵得蠻兇的 然後就是 有一些新手會 不了解為什麼 老手會這麼厭惡 危險式這個模式 因為我自己來講 我是還好啦 但是就是 還是會有 讓人對這個遊戲 就是這個模式 很絕望的地方在啦 就是第一個 他連線品質 沒有到說說 到說很穩 真的沒有到說很穩 像我自己這一次 爬上白金就 有斷線過兩次 一次是 我本來沒有 沒什麼敗吉的 薩諾斯現在輸三場 我薩諾斯就 然後 兩百萬這一場就是斷線啦 然後 還有一個 銀衝更誇張 連輸出都沒得輸出 就是直接就斷線 而且他是突然就把你踢出去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突然就斷線了 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然後 再來的話 另外一個比較挫折的點就是 你可能輸出是 可能六個人嘛 六個人裡面最高 但是你還是輸了這場遊戲 那這種挫折感就是 這個遊戲你沒有辦法靠自己carry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看我小美這場 就是 我打了 我打了 一千三百萬 但是我還是輸了 所以 講真的會 蠻挫折的啦 就是 我不知道欸 像那個 論壇的那個新手好像講說就是 新手 喔 就是 這個模式就是給新手 跟老手有一個平起平坐的 機會 平起平坐的那個模式 但是我是覺得 是這個也跟 新不新手 老不老手 沒什麼關係 因為我是覺得 現在的新手其實比 比以前我們這種 從 這個遊戲剛開始 現在新手真的 這樣比起來已經是很幸福了 以前 以前那個角色要 升 光是升級自己的裝備 就一堆 一堆有的沒的 不像現在只要 一個那個 一個箱子就可以 就可以升級了 不像現在只需要什麼 就只需要裝備升級箱 然後15等之後 就只需要 刺眼破片 那以前還有一堆 一哩哩哩的東西 以前你光是要升級 一階都很困難 更何況是T2角色 那 我是覺得 所以 就是因為這一點就是 老手他們 很多老手都有經歷過 就是那個時代 所以他們就會 對這個東西真的有點反感 你知道嗎 就是 啊這個遊戲就是 養成遊戲 為什麼 憑什麼就是 我就是 把角色養成上來之後 我卻沒有辦法說 就是 展現我這一段 時間內培養的 就是 他該出現的價值在 而是這種模式 你他媽要嘛 端線要嘛 沒辦法自己carry 要嘛遇到一些有 有問題的 隊友 那 這個模式 很吃隊友 但是有些 人就是 像時間暫停 跟龍捲風 還有一個就是 近戰的那個增傷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雷射槍會把人家 暈眩的那個 那個都是要看 時機去釋放的 但是有的人就是 會 有就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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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不然的話就是 會貪刀 就是會一直想要輸出 然後不想去走 會 就變成說 這個模式真的會讓 讓人蠻挫折的 對於一些玩家真的是蠻挫折 就是 就是 我很努力的想要獲勝 但是為什麼 換來的結果就是 我輸出最高我還是輸了 對就是大概是這種這樣 所以 可是 以我自己來講就是 失望是歸失望 但是就是 好啦就是把它當娛樂 就是我是覺得就是 互相尊重一下 真的有時候真的是 互相尊重一下 就是 新手 的確也是有他的難處在 但是新手 其實真的已經算 很幸福了啦 現在新手真的很幸福了 要嘛 一下子送你一大堆 一大堆制服 支援 然後三不五十就一些 有的沒的 離離扣扣的 要不然就是把 那個角色的培養 可以到說 直接砍一半支援 就是有一些角色都已經調成 七十五身體 就可以直接升上去了 然後三不五十就送你什麼 T2券啊 然後三不五十辦一下這個什麼 什麼活動任務啊 其實真的很幸福了啦 就是 嘖 我覺得沒必要對老手那麼那個啦 就是 他們也是有他們的 他們有痛苦過啊 真的有痛苦過啊 對 那 以上目前就是大概 我這支影片的內容啦 那 喔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那個 世界頭目啦 其實我自己個人也蠻好奇 到底有哪一隻角色可以 直接秒 八十層到九十層的薩諾斯啦 我自己也是蠻好奇的啦 我是覺得 這個 新手就是 乖乖養成 角色就好了 就是沒必要說 嗯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影戰啊 可能就是他只是在表達他的想法啦 好啦你 雖然你說沒有人拍薩諾斯影片 那你來看一下我的啦 我前一支影片還是有 多多少少還是有 一點點操作的成分在啦 你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那 當然你 新手的部分的話 你就是不要 像我這樣擺兩隻主動技角色在那邊想要切嘛 嗯 而且他現在也 不像以前沒有那種什麼 練習模式 他現在還有給你練習模式可以練習耶 我是不了解 這個就只是一個遊戲 你就把它當消遣 沒必要 壓力那麼大啦 沒什麼好壓力大的嘛 就是輕鬆打就好啦 輕鬆打就好啦 啊如果你真的要推薩諾斯輕鬆 你練一隻小美啊 把小美練起來啊 小美幾乎就是 就是PVE霸主啊 從頭輾到尾的那一種啊 你看像我自己的小美我完全 我我支援頂多烏魯就是 也沒有給他塞 塞到時候全部都是六星或者是奧丁烏魯 那我 欸 同位數我沒有把他用到最滿嘛 那 我連 我連 我連特殊裝備都不是塞那個 就是塞一般的 中級高塔 我也沒有去塞那個機動CTP 也沒有對阿 因為小美 最強的CTP 就是裝 機動啦 那 狂怒也是可以啊 但是狂怒也是 可遇不可求 那 你真的想要 打這個熔鷹那你就是練一隻小美啦 我是真心建議阿 那 薩諾斯真的跟其他的 世界王他的困難點就是 完全不同 層次阿 而且你 你其他樓層 的世界王也才打到十幾層 我是覺得就不要拿出來 拿出來講了 就是 因為 你還沒有碰到真正的難題阿 你是真的還沒有碰到真正的難題 那 而且每個人的卡片阿 身上的東西也都 不太一樣 嗯 也沒有必要到說 還要叫人家一定要拍什麼影片阿 什麼 秒殺八十層九十層的薩諾斯 沒必要啦 那 而且薩諾斯還有一個困難點就是他 動畫 特別多 你光是 這一個解鎖終極二十層那個一百秒內 通關都有困難 你知道嗎 然後有時候甚至會有限制角色阿 欸 我想一下阿 以新手來講阿 像我自己 欸 我看一下有沒有哪一個可以 等一下阿 我看一下有沒有可以舉例的 欸 因為他這個 像他這個模式阿 如果是無課玩家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無課玩家 他是爬到這個終極模式要往上的話 你看像這個 他這個就有綁定類型體 那一般你是無課玩家 你怎麼可能拿到月卡角色 對不對 那除非今天你有課金阿 所以就是 其實他世界王也是有設定一些困難點 就是 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他們也是 遊戲公司就是要你課金阿 阿 這就是一款 養成遊戲阿 所以就是 恩 嘖 何必捏 我就覺得真的何必呢 那 這個以上就是我的觀點阿 因為薩洛斯真的是 我 我 我也老實講阿 欸 八九十層的薩洛斯 應該目前沒有任何一隻角色做得到啦 然後 應該也沒有任何一個玩家能做到秒殺薩洛斯啦 因為他光是那個特 動 過場動畫特效就很麻很麻 然後你 他掉到十一點血又可以 免疫全部的那個 全部的控場 全部的減防 全部都沒有用 所以等於說像星爵這種T3技減防的角色根本就沒批用 要不然你想嘛 為什麼今天 你突然塞了一個抵禦值 在這個 這個世界討伐 戰上面 為什麼這麼多玩家會 反彈 就是因為花的時間更久阿 那像打薩洛斯也是這種狀況阿 打薩洛斯就已經很久了 你還塞抵禦值下去 你懂 懂那個意思嗎 對 所以就是 沒必要啦 沒必要啦 就是乖乖乖養成角色就好了啦 那 像同盟角色也有 也有影響阿 像我自己目前是在嘗試 目前是在嘗試 如果是 五隻角色都擺 T3角色的話會不會打得比較快阿 就是再試試看阿 對 那 那 目前就是這 這次影片的內容 就是尊重友善包容阿 好啦 那就是以上這次 影片的內容 那喜歡的話 幫我 點個喜歡 然後按讚跟分享 嘿 好 那接下來 還會再拍什麼影片 我再想想看阿 那 我應該 可能會走比較搞笑一點的阿 恩 不會想想要 像他們說的那樣就是 一定要拍什麼 薩諾斯通關阿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